财资大道 林杰盈 何文杰 好了 继续回来财资大道 看看日本股市升230.26835点 南韩升24.2637点 澳楼股市今早早都做好 新加坡股市开始初段也是上升 主要都是跟回美国走的 欧元做1.073 7美元对日元是127.02 英镑就是做1.2618 美汇指数今早落在102以下 做1.072 人民币方面6.7398 6.7795 大家都很关注着内地方面的经济情况 特别是这个礼拜 整个礼拜来说内地方面 有很多不同的政策出来 李克强也召唤了15万名官员开会 要稳住经济 保民生 保就业 尤其是强调千方百计要扩大就业 另外深圳方面即将会推出消费补贴 等等 其实这些内地政策对于内地经济情况 是怎样影响呢 特别是疫后之后他们的部署又是怎样呢 或者疫情反复之下他们的部署又是怎样呢 我们请来这位嘉宾 就是升志演香港经济研究部的首席中国经济 涉良 孝基的Chris 和我们先聊聊 早上Chris 早上早晨 早上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先看怎样看现在内地的经济情况呢 特別是經過第一季 他們的疫情相當反覆 又封城 你至於怎樣看現在的經濟狀況呢 我想這件事是很清楚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第二季就一定是差的了 四月的數據亦都出了 亦都確認了 五月 六月應該都不會好 所以整個第二季應該都是重創 這個已經是過去了的東西 我們看將來 你也看到現在他們為什麼要開這麼高級別的會議 這麼多人去開 亦都知道那個下行壓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們是一定要出手 但是問題是 跟以前有個很不同的地方 因為他們這次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樣 就是說放水 還有你說大幅減息 因為你這次是碰巧美食在上 而且美食都沒有上完 OK 美國通脹的問題也都沒有解決 所以如果他就走去走以前那條路去減息 就變了有可能製造了那個人民幣貶值那個問題 又令到有資本外流的問題 所以他主要你現在看到都是集中在財政政策那方面去做 OK 那很多事情 你說要搞基建的 你都要那個開工才行的 那你搞基建 但是如果那些人開不了工 又或者物流是配合不了 都開不了的 所以其實這個都重要 看一下那個動態偏寧 那個政策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其實昨天看到股市的反應 其實不是說那麽正面 內地方面的股市不是那麽正面 那個反應當然 那似乎內地要那麽高格調 就是總理副總理一字排開 一起全國官員的訓話 那樣形式 那似乎如果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才是定義問題 才再想方法 那些方法對不對 再慢慢細考 那現在定義的問題 都似乎找到一個重點 是說中小微企 甚至個體戶 都要去釋放他們的經濟活力 或者一些措施去援助他們 那這方面是否真的現在出現的呢 應該的 即是說他們說了那麽多話 不會有效的 一定是有效的 OK 但是我們有效的意思是 但是因為香港 或者以投資的角度 它什麽時候反映在數據那裏呢 那這一樣東西 會有滯後 第二 他們這次都有講基建的 主要是水利工程 但是問題是 什麽時候可以開工呢 即是你這些細節的東西是未知的 那你說去減稅 鼓勵買車那些 OK的那些 這些一定是有效的 所以我認為 下半年中國的經濟 假設這些東西全部出台 我覺得下半年應該可以穩定下來的 今天第二季一定是最差 已經過去了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的預期 是否期望中國下半年是V型反彈呢 還是只可以穩定下來呢 如果以我現在的判斷呢 我認為現在應該是傾向可以穩定下來 但是未至於可以V型反彈 嗯 譬如說減稅 扣置車稅 600億人民幣 減免分階段 即是省了600億稅 大家覺得買車底 會買車那些很傳統經濟學的刺激手段 沒錯 所以不會沒有反彈的 一定不會有的 有幾大 因為現在你說全國的格局來計 是否大到可以下半年的數據 是可以令到中國今年可以達到5.5% 即是整體全速推動 是嗎 這個是有難度 他現在都不是說真的要追到指標了 現在是說補就業 即是要失業問題 要緩減 盡量保住消費 這些 真的都看到很切實 現在疫情底下的省市的問題 但是有一個觀點 特別提到能源安全 那怎樣說 是不是內地有些情況 那些省要落電閘還是怎樣 為什麼要保住生產的電力 要平均分配 我想可能都有可能 在這裏來說 不出奇 在這裏來說 即是說 會不會再有電方 好像去年那樣的情況 暫時我們沒有聽過有這些問題 但是這個能源安全來說 我不知道它的意思 是經濟 還是國家安全的角度 是 經濟 是 如果是經濟層面的角度 如果它能夠說 即是有一定的暗時 某些地方可能是有這個問題 另外 總理在會議中提到 特別是中小微企方面 面臨存亡問題 要求穩定企業的情況 銀行方面也發了通知 要求銀行 建立這個長效的服務制度 向這個小微企 就是錦貸、元貸、能貸和匯貸 那現在是否銀行方面 可能真的會鬆動一些 你自己看資金流向的情況是怎樣 相信應該是的 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來說 銀行方面當然一定是沒有以前那麼鬆 你看貨幣增長的速度都是單位增長 要看到 這個是 consistent 你的經濟是放緩 這個借貸面的增長都是正常 或者在市場角度可能低於預期 過去幾個月左右 要救那個中小企的 其實是好看銀行願不願意借給他們 因為他們是比較高危 在go risk方面來說 因為其實這麼多年來中國都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貨幣政策鬆 但是那些錢是否去到中小企那裏呢 這一點就是銀行 一方面它又要控制那個信貸風險 另一方面 中央也希望銀行可以借他們來去刺激經濟 這個也很取於銀行的角度是怎樣 就是那個態度其實很重要 沒錯 沒錯沒錯 那它的稀後一定是要高些 因為他們的風險是大的 比較大 所以這個呢 往往我們都見到 實際出來的效果 就不是沒有 或者沒有想像中那麼強 那現在你一強說那個金融措施 就真的針對中小微企 就不是說內房大企 那些就沒有說放寬的 就是中小微企 個體戶的貸款 銀行呢 要延期還本付息 如果遇上困難的 就是不要每次都斬去 一刀斬下去 沒錯 如果銀行是配合的 那這個也一定是有效的 另外呢 看看人民幣的匯價方面 看到昨天對美金大跌了 今早都是6.7398 6.7813這些位置 大家都在看市場 是不是對人民幣的信心 都不是很足夠 我覺得其實呢 有時我們對人民幣的看法 不是很公平 因為其他貨幣呢 就貶很多都沒有問題 但是人民幣呢 好像貶少少 大家就好像 很留意 很在意 就覺得不讓它貶得 其實我覺得這個 這個市場的心理 其實真的要改 因為你明白 那現在美國的息口 和中國的息口是抹闊的 你看著張 都會越來越闊 這個是正常的市場行為 它應該是要貶一些的 這個是對的 第一樣東西 你東南亞的貨幣全部貶了 它們可以translate into 那個競爭力 OK 但是中國 現在的經濟都是放緩的 其實它的匯率應該要貶一些 應該 我們覺得應該 去接受這件事是一件好事 不是一件壞事來的 OK 所以我自己覺得呢 不用太過去看這件事 就是鷹貶就要貶 它不是急貶就可以了 那麼 美金的息口 和年頭的比較 美金那個息口 上升的幅度和速度 是大了很多 和快了很多 而且美國今時今日的通勁 是還未解決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美積在哪裡會停的時候 人民幣你都看到它 它都不肯減吃 說真的 整個經濟放緩 它都不減 一年的LPR 它都不肯減 所以你可以提到其實 它都已經盡量去保住 那個人民幣的穩定性 但是實際那個市場的需求來說 對於美元的需求 由於石頭上升 自然對人民幣的需求會少了 所以我覺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但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在現在強美元的情況下 又加上俄烏戰局 盧布現在都爭著又買回頭 人民幣國際化 是否反而是利好了呢 絕對是 因為我最近都發表了一個 幾大優布局說的一件事 因為始終有一件事 因為美國今次 整個西方社會對於俄羅斯 這個金融方面的制裁 是前所未見 這件事也都令到很多國家都會想 其實是否要把所有的蛋 都放在同一個籃裏 這個和再加上聯儲局 現在有信譽問題在 因為你沒有做好中央銀行的責任 因為你中央銀行其實就是 去解決通貨膨脹 但是你一早就應該要解決 你沒有解決 所以其實雖然這些東西 沒有公平數據去量度 但是其實 對於美元長遠來說 不要說信心動搖 但是我想很多國家都需要對沖一下 在這樣的大環境 我覺得人民幣國際化 這件事其實相對性對於中國來說是有利的 嗯 你自己看回內地方面 其實之前都有降準過 接下來其實在放貸或者降準 息口上面 那個走勢會怎麼走 說真的都是看下跌的 不過它會下跌得慢 是啊 都是看下跌的 說真的 我們cover了中國經濟運動 整個二十年 如果你說 是說十年前的 其實人行一早已經減了很多次 或者減了幾次 或者減了存款準備金 這個可能會下跌得很快 但是你都看到 現在這兩年的做法 不是這樣 嗯 那這個情況 我們作為投資者 有些什麼 及早部署 這個我也不會回答你 因為你要問股票分析 我純粹是看宏觀經濟 我只可以看到利率和匯率 我們不如看看經濟 經濟 大家都猜 下半年 其實應該可能比上半年好些 不知道你認不認同 全年方面 其實現在都說 應該達不到內地 原先預測過經濟增長 其實你們的預測又是怎樣 我的預測是4.8% 就是 跟他們的公司目標5.5% 是很有距離 其實有人是低於4.5% 都大有人在 但是我覺得 我們現在去到這一點 我們要看 就是我想在 那樣看 那些事情是 是好了的 我覺得 好了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見到 即是最壞的情況 應該碰到了 你的意思是嗎 是的 我覺得是 因為你見到上海都開始開封了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剛剛中央這麼厲害的 一個經濟刺激會議 那麼這些事情是會出的 這些事情是好東西來的 那麼這些事情都出了 OK 那麼我覺得這裡來說 應該 就是 當然我不期望說 我的信心會突然間回來 因為現在全球都在 是在很多的陰影之下 因為全面 所以就是說 在一個很大的陰影之下 我們見到有一些 向正面進行推動的動力 我是看到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 可不可以翻譯到一個 投資的很大的信心 所以說 昨天就告訴他們 似乎那些人 都還沒有很有信心 OK 那麼大家都應該 從一個正面的角度去看 希望越來越好 應該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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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今天早上 多謝了 梁紹基和我們分析了這麼多 都希望下半年越來越好 大家都這樣想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多謝了Chris先 多謝了